大家好,我是宝妹 欢迎我们收睇响亲的朋友,介绍朋友 收听我们第二点钟的节目 感谢宝老师和宝妹在这里为你来给我们做起 出差后面,做不后面,不清楚,不了解 来,6338601 6338601 这是现场的科研专线 欢迎我们乡亲多加利用 好,来 好,我们的听友很有意思 有人想要买栗子 到时候再帮他联合 栗子 你是不是说? 葡萄今天还没回答 我知道,诚实 好,你来,好,老师来,你先说 来,这个葡萄,这个榕林郡 他说如果有买一些榕林郡 好,那么 你多少用,反正这个东西 就是拿来做土壤的这个浇灌 应该可以很明显看得到 在什么时候 在这个萌芽这个时间 那么你修剪后,他开始萌芽 因为我们的葡萄很重 其实政府的,我觉得 这个埔朗的这个官吏 大概有几个大的这个 大一个这个 大一个这个重点 我个人的看法 当然,不然政府的 还很欠的 大家可以讨论 这个没吐槽的 就是我个人的这个看法 我认为说 在这方面来说 尤其是葡萄的 那么 他在这个管理上 大概就是四个 一般 其实政府也是差不多是这样 大概四大方便 就是说 跟我们第一老 这个 在北方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官吏 北海的这个官吏 那么 在北的官吏 在北的官吏 包括这个修剪 那么 这里面就是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保佑 刷下去的这个成本 这个成本 因为你正常就不贪心 对,地位就是说 做身体健康的 那是当做一个 事业在发展的时候 那么 成善的这个成本 这个很重要 所以 这个人工的这个成本 就相当的一个要紧 包括有的说 这个肥料 普得肥料 我感觉普得好像 肥料没那么复杂 这但是就是说 他有整个 整个药店 你一定要 医生或是好事 比如说 你在管理上这个修剪 修剪 就牵涉到你的生产成本 你说我自己割 自己割就算了 不然呢 这个修剪 牵涉到就是你的生产成本 这个生产成本 和修剪的这个中间 有很大的 这个有很直接的关系 这两个是直接的这个管理 所以呢 啊 在这个 一开始 你如果是要做管理的时候 要做 要做的这个 这个瓶颈 比如说像这个 啊 预风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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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 啊 这些东西 我们在这里必须要把很多人 拨都认为 就是说 因为你知道 台湾的市场就是这样 就是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 我们的市场就是这么大 你不可能把 预风葡萄做外销 这些东西要外销 这个就 先不用再说 再说 这些东西 这次就要说 预风 要外销 要做什么 以后再说 但是就是说 在这里面 因为你装这个预风 就是在到来小匙为主 你到来的小匙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地方 比如说 我们现在先不要说预风 比如说你 你开发一个新的瓶颈 这个新的瓶颈呢 那 如果别人不接受 市场如果不接受怎么办 好 这个 你在台湾可能 当然你如果说我装一点没关系 但是你要像在台湾 他就不一样 你这个东西 你装的东西 你如果认为好 只要你认为好 你装的去找到你的一个 你的知音 在台湾也不一定 而且我们可能 每一种瓶颈 那么在台湾的时候 必须要去面对的这个问题 都是存在 这个东西内是 都是存在的 所以呢 这个一定就是说 要稍微注意到 就是他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必然他也是存在的 其中的一个难度 还是会有 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困难 那么什么样的一个困难 当然就是面对的市场的这个消息 所以在台湾很多人 不敢去尝试新的一个瓶颈 但是 这个世界尖尖 都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就两极化 要么就被螃蟹给夹了 要么你就把螃蟹吃 然后发现了这个人间美味 所以一个新的瓶颈的解 这个台湾 当然 是 那我们去来 这个探讨 但是就是说 因为你要对一个瓶颈的这个了解 那 比如说像 我们 现在很流行 其实台湾很多人在政 大家不说而已 他说出来 你说色香葡萄 色香葡萄 这个枝条 从哪里来的 为日本吗 不可能 多数都是大陆拿过 都是为大陆这边 拿过的 台湾的基条 当然也是由日本去的 韩国也在买色香葡萄 韩国也在买色香葡萄 韩国的色香葡萄一堆来 韩国自己研究的 他有跟日本买品种吗 没有 所以 这个也说 但是我们 真的不必要 把很多这个事情 讲的那么的不堪 就是说 但是 当然 如果是可以 对日本来说 当然也希望说 你怎么可以留得到 但是 他当初 认为 这个东西 他因为说 别人不可能 政会起来 所以 他们有时候也是 那么 比如说以这个 巨峰葡萄来说 你如果是要政 你就要去设定自己的方向 当然你如果是 有的接手下来就算了 这种阿婆就不敢去 因为你站在巨人的肩膀 你有你们家消失的 一个这个基礎和通路的时候 你已经是站在巨人的肩膀的时候 你说 要去 要去突破 要做什么 因为你政的这个 你企画的基本的这个形 已经都定型在这个地方 所以 一定有一个成功的模式 但是假设你如果想要改变 因为这种葡萄 有刚才我说的四大方便 就是第一个你要去考虑的 就是人工成本 人工的这个成本里面 一个最大的就是这个 最大的这个生产成本 就是人工 再来就是这个 病虫害防治 再来就是这个肥料 那么病虫害防治 就是和我们的这个有关 和我们的这个病害管理有关 那么肥料成本高 和我们的土壤肥料的这个管理有关 所以这个途中的这个这个 这个大家都去考虑吃 所以政府的这个所在 淋都过高 其实根本不用去用 那些东西 你只要用荣林菌 甚至呢都可以完全不用淋 所以你会发言说 阿婆很少 很不想叫人用43号 有了 你不知道有感觉 就你会觉得我很不想叫 很不喜欢人家用43号 甚至我会跟你说 没有你就这个5号 4号 5号 调整来用 这个目的就是说 这个林的量 让它降低 不要那么高 不要那么高 因为林 管的时候 在途中的依稀值管 还是说 土壤的这个板结 就是说它的标明 比较容易的起刷纹 的減肥 透气性的变壞 所以我们可以用荣林菌去改管 这对于这个福德 我们都在造型 造型 所以很多就是这个 微量元素 这部分的过度的一个依赖 所以 一直夾 这个微量元素 用了多好 叫微量元素 用了太多 就是叫重金属污染 所以这种 你一定要知道 因为市民商费料也太多 所以 这个 你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去 他 因为他比较有这个单价 就是他的单价 因为这个 这个东西就是说 由它刷的 比较多 这个中间有很大的差距 要怎么把它装好 那么 各有各个的 都有 大家都有一个 这个厉害 所以这通常是这样 那么在这个 官吏的这个成本里面 人工有一部分 就是这个 比如说你 你要用沙槽这个 还是不用沙槽这个 你用沙槽这个 投的比较差 对吧 这一定的 但是你不用沙槽这个 你人工的成本 要怎么去改改 所以这个普得 在在败的时候 一开始 你如果是说 已经到定型 就很快去做 你如果是在 开始要去定做 还是说 你刚开始在投这个 的时候 像我爸开始在政 我就把这个 兼具 我都算好 那么我在政 这个目的 我就是一定 我已经有设定 我要用什么 那些刮槽机 就会刮 这代表有一种 这个 无人的这种割槽机 这个自己去刮 自己刮刮 自己去充电 对 很扫地机 就是说 他是刮槽机 这样而已 有的说 它刮它有够辣 就不用够辣 因为 甚至是要去走 最主要是它刮 刮得很痛 这种机器 这个东西就是会 越来越便宜 它没有什么 没有油 引擎的问题 所以 它的操作 操作 操作的成本 足够 所以我操作 久久了 我就不来 不来 不来 因为 就不用去 用这个刮槽机 所以自开始 你开始就要设计好 这 入口的地方 减证一张 我要怎么去减证一张 因为我为什么要减证 因为我那个车 我在那个地方 要设计 我告诉你 就是四大方面 你一定要去科务 就是说 这个 平坦海 那么 这个 投用的一个官吏 投用就是和肥料作为 平坦海 这个方法 那么这里面都介绍到 这个成本 成本 很重要 因为这不是说你有钱 就账的企业 所以 有可能你账没人 没有账到账到人 来给你盗账 所以你一定要去解决 人工的这个问题 所以 在经济修正的一个 基本的创行的 缩账的时候 我就去 就决定 要用这种的方式 所以 我可以账这个公图生 我可以账不账修正的 我一条搜 就是说 你为这个 我有白搜 这个地方 我夹一个桶子 这个搜子夹一个桶子 你为这个地方 你都 破权都把它夹掉了 他很快 去你扣扣 他一堆 他现在夹夹 他如果有幸福 就跟他说 不然你猫 你看多少 但是我三天 要夹夹 他就自己去扶盆 饮办 我们都不用叫工 他自己去叫工 三个盆 不然不点头盆 也在夹 一直夹 一夹夹夹夹 他说三天 结果他一天半 就一天半 就全部把它剪完了 动用营党的人 他说 这样很硬 很好夹 反正我们就把他设计好 那么 那样成本杠的比较高 成本杠的比较高 成本杠的比较高 你不用带财务 因为你再跟他说一波 说到他 他的财务也不一定好账 所以 当然 在台湾 因为我们做的这个面積少 我们自己在夹 自己在控制 这没有问题 这 这方式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 夹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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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 你如果 每立场都退之戴单 所以广 miche 在辽宁 这个家耶 我们这样子去试也试的很不错 所以他就长了 你要 三百亩 300亩就是20ys есь公司装300ys 六个人 20公頃6人而已 那6人在管理 就就已經很夠了 平常這6人 要不用 不用加班 不用做什麼 當然他們現在都是用 各自分組 分組分組 就是說這組你如果做得好 你就本的紅粒就分得多了 大家都認真 這種東西就是這樣 人都是被鼓勵出來的 所以這個人工的事情 你一定要先去考慮 要種普通 再來就是說你栽培 栽培的時候 你要種這個拼種 拼種的隔壁 拼種之後你要是用什麼沾目 你比如說你如果是種颶風 颶風你要先種 你說我做颶風 這颶風還會給你建議 一定要認真研究 這個無子化的生產技術 這對 對颶風葡萄來說 就是說這個無稚的 這個東西 因為現在這些年輕人 所以這個無子化生產 通常就是說 他這個 這個過程 這個過程就已經很單純 這包括 這個色香葡萄其實是 跟這個是一樣的 就是說 這種的一個做法 其實是一樣的 就是說在色香葡萄 我們也是這樣做 在這個颶風葡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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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先生 這個時候 其實颶風就是 把這個 也是可以這樣子去做的 所以 台灣 有這種的一個 我們在台中改良廠 這家家好像也是有這樣的一個 這個技術 那麼 我是認為說這個東西 就是說大家都已經可以看得到 因為颶風葡萄 疾患 疾患後 就是 也不是說可以不吃皮 因為這 不吐皮 這不透過的這種疾患 是因為美國人 這個人 外國他們在 種這個普渡的時候 他們的普渡是 為了要 他們是為這個 為外銷為銷售 因為地廣人稀嘛 所以 那個東西要消失 要消失的時候 那種體質就是 我們在吃紅地球 這種的 那個 阿荷堪萊紋 那種東西 皮 不透過 我們像巨峰 其實我們是有辦法 不透過 所以他一直告訴我們 我們的消費者說 這個皮 營養都在皮 管頂 所以吃葡萄 要不吃不吐葡萄皮 但是 在吃的時候 慢慢大家已經 現在已經疾患 如果就是有那個 孩子在吃會怕 所以 所以我們一般通常 就有這種 就是有這樣的一個 處理的方式 所以 現在在五子化的處理 並說你如果是做這個 巨峰葡萄的時候 你也是要去做這個五子化 這五子化 這和瑟香葡萄 不然在做就是按照這個風險 大概有這個四個步驟 當然就是說 用這個 GA3 這個型紅都 補出來的時候 先拉花 這要看情形 運動機 一定要有一個 運動館 這個農導 你要 為這個2-5ppm 這都已經是公開的技術 但是你自己要去調整 這個沒有一個四的 這些數字 都不會讓你失敗 但是你要做得好 一定有你自己的 這個體會 那麼 然後呢 把他噴過 讓那個花水 可以成長 那麼在成長的時候 他通常就是要 你現在噴過了 噴過了 他 那時候他就開始 我們會去幫他 這個修正 修正就是跟老末了 末了一堆而已 大概就是那幾個結尾 然後 這個 他休閨了 這個過10天 開花前10天 用這個煉煤素 煉煤素 在這個 250ppm 是說用這個125ppm 這個 如果比較秋的就用比較長 如果比較沒有看那個長生 意思就是說 250到125 都有這個效果 效果好 這就看你自己對他的這個 這個感測 然後就是這個 12到25的這個薄基素 去加5ppm的這個細胞分類素 不然現在跟你說的一種東西 你不用去記 你去找這個台中改良廠 他就有這些資料 你就可以去幫他 做一個這個 所以大概呢 這個地方來幫他做處理 他這個通常是用浸的 用用浸的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他把他扭開起來 就是說他的果粒 比較不會客氣做會 這個比較不會客氣做會 他會去修正 這個浸水差不多40個 去這個一般我們是 標準的一個色香葡萄 打起來應該是52到53 他那個比較大 因為本來就比較大顆 所以這個無脂化 這種東西你把它做這個無脂化 之後 那麼這個效果呢就 就很不錯 他這裏有一個 你如果是在看 看飼料時有一個5ppm的細胞分類素 這細胞分類素現在一般來說是 就是鞍鮮質 這在臺灣沒有 事實上這個東西呢 你 有的去用這個 譬如說 像白色的 藍一點 這種煞其多 這裏有一個這個這個東西 天然細胞分類素 這裏有用一些這種 人工合成的用 就是大概就是 3到5個ppm下去 這就是 他可以在那裏 這裏這個果實 就要把他 刺激給他 讓他比較大小 那麼 裂割之後 他來幫他做一個這個修正 就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這個 讓你稍微大概知道 就是說你一定要 你大概要去做一個這個處理 那麼 在 以這個 沾目來說 沾目的這個 這個選項 我們一般 還是要 你如果是穿下去就穿下去 如果沒有一般在臺灣 這個在 A門 我們選擇 我們的選擇 我們是利用這種 叫做5BB 這個 那個瓶頸做根棧來做這個價值 這個行動的這個水 很好的 所以 假設你如果是要種颶風 還是要種這個 這個 色香葡萄 你一定要了解 你的沾目是用什麼 不要聽人說 比喻用下的去接這個 接這個 這個也可以 是不就是最好的 目前我們看起來 看這幾年 就是 這個人帶我去看 就是說這個是接什麼 接什麼 在哪一隻 那麼評估起來 其實5BB大概是最好的一個 最適合 尤其在這個颶風葡萄裡面 那麼 颶風葡萄在這個福安 就是說 福建的這個北部寧德這個地方 他們就是用這個5BB 去吃這些 吃起來這個行動很好 他們在那裡 颶風就是在 全中國就是在這個福安這個地方 寧德福安這個地方 就是最有特色 那麼 刷下去 刷下去 就是說 你 在每一個這個單位面積裡面 單位面積裡面 它的結果資 每一個可以漏的這個量 其實也不能留太多 所以 包括在中青大學這個研究 還是什麼樣 那麼現在在做 就是說日本的這個 所謂這種一字形 還是說這個H形 不然用的是這個H形 這個整支 那麼這種的整支 就是說結果資都是一個方向 都是一個方向 所以到時候在點火的時候 在用那個 因為我們是不是用 那個果粹 在用 牛火要做什麼 都是用浸的 都是用浸的 啊用一個杯子 這樣燉著燉著燉著 因為那個都在那邊 那個人都不用蒸 反正火都在那個地方 那麼直接直接 我們每一半 這種都是做一個 在台中間 有做這個短燒修剪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 結果資不會外擴 所以在生的那個位置就是在 固定就是生在那個地方 每一年在生 都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一字形 還是說這個H形的這個整支 你一定要去做這個了解 那麼我覺得說 這是我最大的一個堅持 等於說 人家在這個 說什麼雲南 雲南種這種色香葡萄 種得很好的 陽光玫瑰 要種得很好的 他們在營的是飛鳥 什麼 在雲南 各吹各的吊 但是在我們這種 濕熱天氣來致 包括人類說 日本的這種 這個一字形 還是H形 就是所有的這個 他的結果資 都固定在這個地方 所以 我們這種短燒 然後做這個短燒修剪 然後做這個控制 這個結果燒的這個方式 所以這個你一定要去了解 去了解說 這個東西要怎麼去做 那麼這做一次你就會好 這想好就好了 而且 這個我覺得改良廠很厲害 這個地方就是說 他把這個堵 這個堵你都可以很清楚去改 所以我們現在蒸起來 就不會說在葡萄園裡面 這個在海南海區 他在固定那個地方 就是生在這家 有的人說 甘德要這樣去做 這不必我們這樣做 但是這樣做 可以讓你很成功 非常的成功 所以 這可能是在一開始 你如果是要去證 你先把這幾方便 那麼 稍微給他想像一下 我認為說 那麼 我提前 你如果是對這個要證譜 你應該去下載 我們台中區農業改良廠 有一個技術專刊 這是 我認為說 對我個人來說 我從上面學習很多 我給他動作 是 有人說 你們就是特色人 你們可以去按表操課 對啊 我就是按表操課 但是呢 我們有 我們有豐富的田間管理經驗 這個肥料的理解 然後我們還有表堂 還有按表操課 所以做出來 第一年 這個已經很不錯 那麼這幾天的葡萄 就 比頂一爪 這個就是已經達到 我們要的那個香氣跟顏色 還有風味 所以現在陸陸續續都在銷售 然後這個 一開始 你都說 大陸的這個色香葡萄已經崩盤 這 500克已經賣到6塊錢 8塊錢 在橫鈴 其民雄 可能要在差不多30 這15塊2、30 都有 但是吃到的人都不好吃 但是呢 至少我們出去的 這個 回頭課都來了 所以 比如說 有 有送 有送出去 送出去的 這個 有的公司就說 我們這個 這種做這個樣品 我這個公司 他們就是全部頂 因為他要送禮 中秋節送禮 所以 從這個葡萄 種在這個做 你賣去一定就要反季節 這個生產 譬如說 這個東西去抓在 中秋節 這家家來給他送禮 所以 你假設 你如果是在台灣 你要做這個色香葡萄 最大這個用意 就是在這個地方 你不用去什麼反季節 去過年 過年 我們可能 也會做的 你可以去 去嘗試 但是你跟中秋節 這個 這個 來做這個葡萄 這也是有一個 不一樣 所以 這出來 這個效果是很不錯的 那麼 在這裏 裏必須要跟你提醒 就是說 你可以 有的人說 要一搜 二搜 這通常是一年二搜 可能是我們台灣的 很重要的 這個 但是 這個障礙有夠怕 這個障礙 你要是以這個 聚風葡萄來說 你障礙有夠怕 那麼 所以呢 有時候那個修剪上 修剪上 要經過更用心 那我通常 你如果是一年一搜 這個秋 但是你這個時間 就差不多在這個 中秋節這個時候在採收 我相信應該這個價錢上 也都還可以 最主要就是說 這個東西一定要好吃 這個不好吃 大概就 就不用人了 所以你如果是要對這個葡萄 有一個了解 不然個人心理 就是 最簡單的 這應該就是你一定要去 這個 我可以把這個 轉給你 就是說 你最多 然後你就 你就不用看很多 你就是說 你如果是要種這個葡萄 你就先 先由日本做開始 一天一天 看一看一看 一看一看 沒幾個 70幾個而已 一天看兩天就好了 這一個月就看了 這 一行一行看來 那如果有問題的時候 再回頭去看一看 有問題 再回頭去看一看 啊 我覺得有的人說 這個 他寫的比較韓如龍頭 有的東西沒辦法很清楚 你不能說他韓如龍頭 因為 這不是我的 所以我們人也是我的 實在 實在切館長的地殖是四的 但是 這樣的東西 可以讓我們減少 減少的這個圓龍路 比如說 開始 我們決定要來做這個工作的時候 那麼 我也是 他一時的時間 因為我自己成人 我不能做過普得 我以前在這個 房子在種的時候 這個二、二、六、六 所以 這個也不懂 現在有認真去幫他做 因為錢漏下去了 我可以退休都看這堵 所以呢 當然要比別人更用心 因為我們在台灣 昨天我們都是這種五爪金融 我也想說是五爪金融 一種修剪的這個方式 那麼這種修剪的方式 三龍很高 他沒有錯 你不想說 我老婆說那是錯的 不對 我從來沒有說他是錯的 他的這個產量很高 比這種一字型 還是說H型的這個整肢 那麼這種三龍更高 我個人的見解是這樣的 但是呢 那個學習的過程 過程 你要怎麼讓他可以 這個去分佈和作用 沒有那麼簡單 所以假設你想要做這個 做H型的這種 經歷的一個方式 我可以讓你一個比較準確的 這個 就是說那個房子要怎麼撩 簡單說就是這樣 那個房子 你撩 你到時候他的資料怎麼用 剛好潰在那個房子上 就是 能用用手套 葡萄要搭個葡萄架 這樣起來呢 他就會非常的這個 等級 非常的 這個很好 這起來 就是說 要去學 這個東西 完全 認和一個東西就是這樣 所以你會讓 為這個地方先去 先去探討 那麼先把這些概略的 人做出來就是這樣 這個概略的這個東西 先帶他這個 這個了解一次 稍微 因為我們這種一字型整支 還是說H型的這個整支 我們有一個很大的這個好處 就是說 他那個 葉子的這種分配 很平均的 所以 因為他很平均的這個管理 所以我們做出來 效果就會特別的好 這是 我要給你稍微了解一下 這個 要讓你理解這個地方 所以為什麼說 叫你一定要去看這個資料 原因是因為 他這個基本的這個 信息都在裡面 那你先看過之後 有這個意見 沒有 現在我告訴你 你也不一定 聽起來會茫茫 廖廖廖 也是浪費你的時間 所以 我們先看一看 但是我來講的就是 那四大 這個 這個 開始要做不到的時候 就是被害管理 途中的途中跟肥料 還有一個就是人工 要怎麼去控制 那麼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這個 這個重點 很重要的這個重點 那麼就是 就是說 你一定 要稍微來 他這個 注意到 一定要特別注意 這個 這幾種的一個 這個方向 這個方向 如果抓起來 然後我們 我們沒有什麼樣的一個這個問題 那這個大概就 就有機會了 這機會就來了 那你去植 就不會有什麼 很困難的這個地方 這一檔 我們好朋友 你先做一個這個展客 那麼基本上 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可以讓你先 做一個了解到 這個 先簡單說到這裡 我說一些觀念 先給你 那麼 這個 你給他 啊 你是稍微看一下 這個 那麼他也不是特別的 就是說這個東西 沒有很多 你給他了解一下 那很快 這個 就 容易上手 嗯 農業 就是一輩子學習的這個過程 好 來 6338601 6338601 剛剛老師說得好 我們農業呢 就是一輩子學習的過程 所以 神通電台呢 這次特別安排 在我們作為 6號 星期五 4月6號的星期五呢 我來去辦到 我們的 一個 交流活動 一般說 就在德國技師 還有阿爸老師 還有現場的一些 聽眾朋友 大家呢 來 利用 兩三點鐘的時間 大家 六三二 六三七零 好 老師 先來看一下 聽友的問題 綜藝 綜藝問問你就是 九月十五 因為 嘉義那裡 落了好大雨 山形都淹水 已經做的山 剛好旁邊是 大白的 算說 算說 大白的 高的旁邊啦 因此 有一包 能塑加地 粉狀好的旗油 倒水呢 這樣飄流過來 有部分的調高 有油漬 它是有把部分的 這個油 給它 給它 但是 那是沒辦法 讓它完整 不知道說 是不是會影響到未來 它做不到的行動 包括 採收 的浪散 是不是 會受到影響呢 這個油 一定 你說沒影響是不可能的 一定會有影響 我們 但是呢 這個有時候 這個 影響 沒有影響 就是那個量 那麼量大的時候 其實也是比較 壓力比較大 就是說 你如果是量 很多 那麼 可能 這個影響就比較多 所以 這個 所以你在這個油呢 證明說 如果有辦法拿 有這個油 有辦法 有辦法把他這個 算 有辦法拿起來就拿起來 沒辦法 那沒辦法 這個東西就是 但是你 要做一個這個 這個工具 證明說 啊 我們這尊 如果是有造物 證明說 如果是一間 沒有造物 那有油 我們 如果不太多 因為 多我們有辦法拿 我們有辦法稍微 用一個效果 把它撈一點起來 這沒辦法完全拿掉了 但是呢 它是 有 算 如果是沒有造物的時候 等到這個 搭桑 胖胖的 搭桑 在土下底的時候 這個土中裡面 這個維生物是有辦法去分解 它的 這裡不用 不用擔心 這個是有辦法 所以 我們在 這種 啊 這個在處理這種 油汙的時候 這種在處理這個 這個 就是像大海的 這個汙染 這個 啊 啊 去背中 這種東西 就是說 它就是有一些叫做四油菌 四油菌 那麼這種四油菌 是什麼東西 它有一個特別 有一個菌類 有一個菌科 就是 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比較特別 這個一個菌 一個科 還是一個鼠 啦 環境 就是會有這樣的 就有一些叫四油菌 那麼這種 這個四油菌 這顆 這個進場 就是在 這個 我們請請 有這種 像 那個叫做 這個 油輪 還是說油井 我們現在都 很多都 藥油是為海農的 農出來 有時候會去漏在這個 然後會 把 也漏出來 然後發現 都在這裏面 發現 那這個 以為這個地方 就有一些 就是有一種特殊的 這個也是桿菌 然後他就 回去分解 這個很厲害 後來又有 在很多這個地方 又發生的時候 他們已經找到 這個 有這些菌嘛 也去改分解 分解 因為 我們這個醬油裡面 我們的 我們的那個油 很多都是這個 兜環芳香廳嘛 這個 這個比較吃辣 你如果是說是 這個 碗煉 直戀 碗這種 這沒什麼要緊 這 他下去之後 他就去 去分解 分解 他在吃 就 就很快 那麼 其實在大自然裡面 就會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 你如果是 不說改革 不說改革 就沒有要緊 所以 那 這個也是 這大自然是很奧妙的 所以這個東西 它是我都去分解 就是說 你如果是空空的時候 我們的蛋糕 好天 啊 有的說 那 很多 你整 如果是很多 你可以把表面 那個 把他 把他 拌一些圖 起來 把他拌一些圖 表面 用 用那個 底頭 或什麼 把他拌一些圖 但是 一般 通常都含圖 夾造 會 因為是 過過 那有的 那個 基尤 那個 那一定很高 那種你就要拌掉 那不然 一般是胖胖的 就好了 這是 空空的時候 那如果說是這個 這個 你說你 這個圖 你如果這個圖 裡面 有東西 有政 有政策 你都沒辦法去處理 所以 那個 你可能就用 那個麻布 什麼 那個臉 那才有 因為那個油 但是 那個麻布 他影響 臭氣 你才沒辦法 那 不要說 不要說看那個很明顯的 一大 去 撲在那個 所在 這樣就好了 所以 這個 當然這個影響 這些都多少少少會影響生長 但是 這當然是看他的量 應該是 他不用過度擔心 自然 裡面 就有這個東西 就 就 自有天梳 這個 有人就去幫他收這個東西 所以 你不用太擔心 不過你如果是有造物 我們就看起來 他的 油 如果比較厚 因為他的土 夾造火 去跟他嚼嚼 就是說 先幫他 把他拉丁黨 不要讓他 因為油 他現在水在乾的那個過程 那個油 會掉在館上 他在土造火的時候 有可能會生成一種不透氣層 這種的最主要就是影響到的 是這樣 所以 在海洋裡面 石油汙染 其實他一部分就是 因為 那就是 一張毛 總共把他 蓋住了 譬如說 他蓋在那個珊瑚 環境的時候 就一張毛 蓋在那個地方 那珊瑚就不太流呼吸 我們比較怕就是怕 所以你如果是有夠那個農土的 社會你就要把他照顧 有當透氣 這這樣就不太要緊 那一切就等待到這個 來跟他這個混淆 這不太要緊 就讓你先做這個了解 好 來 6338601 6338601 這是現場的COIN專線 歡迎我們鄉親多加利用 老師再來看一下這個 稍等一下 好 稍等一下 好 來 聲音有問題嗎 沒有 喔 那就好 所以 要再稍等 因為今天訊號 訊號不太好 沒關係 你先 來 結束吧 但是你給我們 你那些都沒有問題 對對對 可能你是聽我的問題 有問題吧 沒關係 是沒有問題就好 好好 來看一下這個林志明 林志明 他說 老師你在節目中有說到 可以用12號四美八蓋 淨 這個回歸 那是說 有土栽培 是不是要說 另外 和 鐵到美鳥萬壽 這個 在 在這種 因為我們這個營 大概都是含這個有關嘛 就是說 最主要的這個 滴罐 因為這些肥料都能夠用在滴罐上 我們一般在用的一個這個肥料 就是說 他用在 直接落在土壁 可以噴在裡面 跟滴罐 滴罐在克魯的這個方向 跟他裡面很類似 就是說 他要泉水溶 但是滴罐的更強調的就是說 說他的這個這個長期他不能夠 不可以 不可以的結晶 因為結晶會很吃辣的 就是說 他的 沈電啊 什麼 所以 他會去取 他會把這個 綠離子 跟這個 啊 硫酸根 這種東西 並說 頁面的在用的時候 特別怕 綠離子 那是 滴罐在用的時候 特別怕硫酸根 所以他在這種處理的時候 會有一點方向不太一樣 所以有的人會跟你說這個 做滴罐可以拿來做滴罐 那倒不一定 但是做滴罐 一定可以拿去本滴罐 做滴罐的肥 不一定可以拿來做滴罐 但是做滴罐的肥 通常就是可以做滴罐 這個差別就是差別這個硫酸根 因為我們做滴罐的時候 你如果有這個硫酸根 你就很容易有這個硫酸鈣 我們能夠 沈澱 結晶 這個比較容易搭光 是這個困擾 不然其實是層面有差很多 所以 我們說這個12號 4美巴蓋 這種的 那麼他這都是一個設計在滴罐上 在使用 所以 而且他考慮到這個滴罐的問題 所以這個滴罐 基本上沒有 所以也可以做 他最主要的是這個硫酸根 這個硫酸根的一個 這個控制 所以他可以拿來做這個滴罐 這個罐你們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給朋友 稍微做一個這個了解到 所以 你如果用這個12號 這個12號 這個基本上就是說 就差不多了 就是說你是不是要再去 這個 這個 因為你用的是用這個 用一種 所謂無土栽培 其實就是應該說戒指栽培 就是說你用 你那不是水庚的嘛 我們現在說他無土栽培 有一種是這個水庚 那麼 水庚就是說他在沾的 這不是這個水庚 這是一種 還有一種 還有一個就是說他用戒指 他有這個 什麼土 還是什麼樣有的 沒有的 比如說這個 牙籤 還是說泥炭圖 現在可能 很多就是都用這個椰子纖維 那麼這個12號他裡面 他就有一些微量元素了 所以呢 基本上 他雖然是這個比例 12、5、24 這款的這個比例 那麼 但是呢 大概就有一些 但是你可以去看 這種 可以 注意到 就是說 還是要 并看 因為當時可能沒什麼搞 沒什麼搞 我們微量元素 我們可以在這個效面 頁面 因為現在比較流行 在這種 什麼叫做比較流行 就是說 在這個 無土栽培的時候 因為無土栽培 我們都知道 它的品質 就是說它的口感比較沒那麼好 口感要好就是有機質 所以我們的藍什麼東西 我們會加什麼 加一點 氨基酸 還是說這個有機質的這個東西 所以 我們有一個奧地利古堡的 這在歐洲這支肥料 就很多就是拿來加在 加在草莓 這種藉質栽培的時候 草莓一般是沒有 不會說沒有用 都完全都沒有用 是水羹 草莓做水羹很困難 所以一般通常 我們在做的時候 都是種在這個椰康 椰子纖維 還是說這個比較好的 比如說 現在不然就利用這個椰子纖維 但是這個 在南方 想過頭濕 所以這椰子纖維 它的南方熱 所以透氣根的透氣性還要更好 所以 我們會把椰子纖維 這個珍珠石纖維 一種 這種叫做 泥炭圖 這個東西 一個適當的這個貼皮 這樣把它背起來 改掉我是認為是效果不錯 所以 這個管理是這樣 所以你如果是用這個12號 12號裡面就有這種 維廖元素 維廖元素 它可能就 還會缺的鐵 會不太夠一點點 但是你如果有用其他的這個東西 比如說你有用這個 啊 這種有機質的這個東西 奧地利 國保肥 還是說你有其他的這個比較好的這個東西 來把它應用 那麼 也 不一定會需要再補鐵 所以這個要併 這幫同學 我們可以稍微再看一下 所以 我們同學會建議 比如說你用12號還是4號 8號的時候 我們還會叫你準備這個鐵定煤 其實目的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用鐵定煤做休閩 還是說你如何給他做這個滴灌 這個咕咕 給他這個擺一次 那麼正常來說 我們如果是一個 這個水耕專用 就是說我剛才在用的這個肥料 當中 是現在流行的大概就是兩個大的系統 第一就是這個荷蘭的這個系統 那麼荷蘭的這個系統 他就叫做單子肥料系統 所謂單子肥料系統 就是說 他這個 這個大水大肥 所以現在 水很多 汽很多 他流下來 他的手環頭回來了 手環頭回來了 那麼這個滴水修回來的時候 他的儲存 他的殺菌 然後又加 加新的嘛 所以他們通常是有一個 這個壁壘 他每天都要去測 每天他都會去測 他的滴回來 那個水是什麼東西 但你吃鈣 最主要是這這這幾個 但你吃鈣 那麼他去測他的這個 這個 量的流 還有測他的這個這個 安泰丹跟蕭泰丹的這個比例 所以 花很多錢 所以他們這個肥水 所以他們一區 人家的一區 一個系統 就是 就是 十架 一個系統 就是十架 還是說 最小也要一架 對不對 最小 一個系統一架 所以他刷就好了 我們如果是這樣刷 我們就要倒了 我們如果種那個肥水就在刷 所以荷蘭這個就很重 是這種肥水 這個因為你那是 肥水直接擺掉 你的身份很高 大陸他們做不到賺錢 就是他們 都沒有材料去刷 沒有材料去刷 他的肥水都沒有 都沒有利用 所謂肥水就是 說他那個 水淹下來後 他會 他會把它撞起來 他會冰下來 在荷蘭的做法 都是要百分之三十以上的 這個白夜量 就是說我今天灌一粒 要有白300cc出來 這樣比較 要比較有標準 你說沒有啊 我灌一粒比較白200 這樣不夠 你要再灌 灌到白300出來 他們的概念是這樣 這種叫大水大肥 現在這個肥 回來後 你切切他的這個ECPH 年老的這個系統裡面 他的定心貼皮 貼皮也在 因為今天這個荷蘭 日落以前 他就這個 他就有了嘛 這個肥水 就沒有用啊 沒有用 他差不多5點左右 他這個東西就都會回回來 回回來 他就把這個素質就切出來 切出來 然後他馬仔要打什麼肥呢 他就開始準備了嘛 他的都單紫肥料 那麼 單紫肥料的幾種 例如說他用幾種去肥 一般通常最少要5個桶 最少是5個桶 現在已經有發電到8個通道 有分配的桶 這個裡面要怎麼去搭他們的 跟他們的去 去調配 然後就 馬仔 就這樣 把這個肥的還用 還用下去 還用 他會走 他會走 他會老老 他會老多少 這個流下來 每一百年他有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三十是肥的 春的就是新的 所以他每一天的肥水 他回回來 這個水都要重心再利用 他還要配馬仔 來給他的這個肥水 所以三十八二百 然後把新的還出去 每一百 所以 這個肥水桶 他就有兩架 一趟是 三架 現在 今天又一趟 近前天就要用完 他兩趟的 去調換 這種叫做 荷蘭市的這個方式 一種叫做單紫肥料法 那麼我們臺灣有人 就利用這種 就跟你說 這怎麼配 怎麼配 這就有一個秘方 我們就自己去用 我們都沒有分 整趟辣辣 就給他 給他 給他處理 這種是我們臺灣的這個方式 今天我要多少 我就是來給他處理 還有另外一種就是日本 日本人現在在用的就是 他也是第一罐 但是他比較精準 他就是利用這個AB 那麼 其實A就是台北手的這個 有到微量元素 B是什麼東西 B就是韓國的這個東西 一般通常是 硝酸鈣 硝酸鈣 這種就是 他鈣肥 他的另外 因為那個人造成會 有可能 產生沉澱 你說阿博 你不是說 那個肥料不會沉澱 但是你水裡面有效 你水裡面不可能 完全都沒有硫酸 跟硝酸鈣 你就是有這個 去用 這種氧離子交換素質 沒有去把他這個東西拿掉 所以他有可能 也是有可能的沉澱 所以 這個東西盡量不要去沉澱 所以他就是 要出去的時候 他比較感動 去沉澱 因為這個硝酸鈣就是 就是蛋 所以他就是利用這個A跟B A就是這個 大多數的 肥料除了鈣跟 鈣跟一部分的美以外 那麼 這個一般通常 他們就是鈣 就直接就把他拿掉了 所以在日本人是這樣做 所以這是日系的 這個 滴冠的一個這個系統 Av肥 那麼這種Av肥 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他有一個比例 譬如說我 ورchen 那時候 什麼 多幾天什麼 什麼 多幾天什麼 這個比例就很 哎 在進入的這個 這個速度很快 譬如說讓我們 10天在調配 在那裡測試 在做什麼 你還不用請一個請阿波 或這種的去顧 你要請多少 你一年還不用25萬人民幣 25萬我還沒有 至少目前這個開價 譬如說人家開給我們 都是兩倍這個數字 因為一定有這個 一個人有辦法去縱觀全場 然後還有辦法去調配這個肥料 這種農業工程師 沒有那麼容易培養 這你不可以想說 所以這在 荷蘭大概像在我們 另外一年在 沿城那裡 那有一個荷蘭人來這邊 退休的一個老頭 退休了 這老頭在這裡又帶一個妹妹 工房魚洗衣服 很麻煩 那個 一個月要多 一年要多少錢 一年120萬人民幣 你給他 頂好元賣賣 我就保證有這個量 一年120萬 可以不用不用 你們家的小事 我就是做 那你的人來 要學不學你們家的小事 反正我只講英語 其他 那我教多少 你學多少 這種的這個策畔 所以 因為這一套系統就是不太容易學 但是你如果有這種靈靈的 這個當然這個市場也不太大 因為在中國大陸做這種的都不賺錢 那個全部是政府的面子工程 所以賺不了錢 真正能賺錢的就是日本這種AB肥 因為你不用錢 不用錢很貴的 比如說我會跟你打 打多久 我會跟你說要怎麼用 你只要這個AB肥 我告訴你這個東西是穩定的 你照這個東西 你不要學費用 不要自己這個神來之筆去調整 他就照這個規律 還有什麼問題 我跟你說要怎麼調整 很快一下子就可以調整上來 草莓也可以蒸到很穩定 番茄也可以蒸到很穩定 小黃瓜就不用說了 這種就是我們在說的這個AB肥 我們台灣就是都南南做會 所以我們這種東西就是說 下去我們都是一個綜合的 所以這個因為有可能 也是有可能的產生這個沉澱 所以這種東西我們在用 你像我們用四美八戒 四美八戒可以做第一罐 但是呢 這個裡面定義就是AB肥 都南做會 對不對 所以你不能讓他在工程 這個溫流 當然你說不然我這個都打 所以你一定就是 盡量可以兵說我肥料打 肥料打完的時候 一定要打一段清水 就是說我老在工程 都是清水 這是我們在用這種肥料 這種肥料就很比較 省事 只有一包而已 但是他就有這個 講的困擾 你要用這個AB肥 因為 他要用的時候 他比較適合 所以出去出去 但是他的設計他本來就是 背後就是有差不多15秒左右 就是水 就是他會 後面會 會 跑一點點幾秒鐘 跑一點點清水 他早一點清水的這個目的就是 把工程的這個 這個肥料給錢出去 裡面流這個清水 所以你在用這12號 這個四美八戒也好 你要注意這個 微量元素就看著吧 當然有 一定比較好的 這給你稍微做一下了解 好 好來 時間上的關系 今天兩點鐘的節目呢 我們先檢視證到這裡 想起碟的聽眾 告訴你 如果你有疑問 有認好不清楚 沒有了解問題 一樣提醒你 明天見囉 拜拜